《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刃山,枪笛何须怨阳柳,春风不渡玉门关》 唐代诗人王之焕的一首《梁舟词》唤起了多少人对玉门关的心持神望 玉门关是古代丝绸之路北路必经的关爱 遥想当年,这里曾经鼎盛辉煌 在这座古关之下,进出过多少的商队,驰骋过多少的英雄战马 漂浮过多少使节的旌旗,印下多少僧侣的足迹 如今,在封沙之中已经矗立了两千多年的玉门关 像一个被遗忘的数族寂寞地站立在荒漠之中 只剩下一堆黄土的遗址 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 先祖善无畏千年前曾在阳关玉门关拨下唐觅法种 9月19日上午,金科曼陀罗华夏文明寻根之旅代表团 从东黄市区出发,前往玉门关,寻根问祖 体验祖师当年来华传法的艰辛历程 来到玉门关,金科曼陀罗弟子沿着汉长城遗址 唱诵起古繁英,沿着祖师的足迹行走在沙漠之中 虽时值中秋的正午,仍感觉到灼热难耐 遥想当年,如果没有超越国界的菩提大爱 难以想象祖师是如何经历九死一生来到大唐弘扬佛法的 站立在玉门关,残存的断壁残垣 一片芦苏在秋风中寂寞地摇曳 让人感受到跨越千年的荒凉 历史上多少首官将士孤死边塞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金歌铁马,白发征服 昔日风流都不见 一仆黄土盖英雄 为了缅怀历史上曾经在此守国魏江的将士们 在玉门关遗址前 金歌弟子守洁法印 以曼陀罗遗轨不谈 一心招请超渡古丝绸之路上千古孤魂亡灵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咸花满地愁 智破北随云暗暗 客魂冬竹水悠悠 墨墨黄沙闻鬼哭 茫茫白骨少人收 沐雨清烟寒雀躁 秋风黄夜乱鸭飞 如是孤魂等众 乌焰悠远的销声 悲怆高昂的佛号声 在玉门关上空久久回荡 妙音飞天 跳起了哀婉曼妙的舞蹈 飘荡的丝带如炼虹当空 时空在荆轲弟子们的菩提心中穿越 天地在荆轲弟子们的大悲行中运转 飞越千年的春风终于来到了玉门关 天地为之洞容 大地为之乌烟 秋风为之呼嚎 天空中忽然降下了毛毛细雨 宛如甘露荡敌身心 震撼了现场所有人的心灵 那是我们的悲心与虔诚感动了天地 那是孤独千年的亡灵流下的热泪 那是佛菩萨洒下悲悯众生的甘露 下午我们驱车来到阳关遗址 现在华夏文明寻根之旅来到阳关 阳关因在玉门关之南而得名 是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关爱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这首千古绝唱 勾起了多少游子的思乡之情 阳关应在玉门关之南而得名 系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关爱 我走我的阳关道 你过你的独木桥便出自这里 后来阳关大道被誉为康庄光明之路 寻根之旅代表团穿行在阳关古道上 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的天空 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转瞬间漫天黄沙 大家艰难地攀登上远处的高台 瞭望关外 曾经商骨络绎不绝的古丝绸之路 历经千年 如今仅剩一片荒凉与落寞 忽然间风停了 一束阳光穿透云层 天开云散 却又下起了丝丝细雨 宛如甘露滋润我们的心田 大家欢心雀跃 许多人激动地流下热泪 他乡遇故知 沙漠降甘露 一天之内得遇两场甘露 在甘旱的西北戈壁实属罕见 似乎是大家的虔诚与恭敬 让春风又渡玉门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月 雄距古丝绸之路的两关 历经风霜 饱览人间百态 历史更迭 漠然傲立于大漠风沙深处 见证的却是华夏文明 对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 以及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气概 思路文明从此发扬 习近平主席在新的历史时期 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将造福中国人民 必将造福世界人民 地区间的和平地区间的 而是一路传奇广体 地区间的和平地区间的 力量